至于该不该短暂锁国 我们再为您连线苏伟硕医师 苏医师 再把锁国这一段讲清楚 你的想法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经过大家刚刚的讨论 我们大概看得出来 其实不讨显示出 要不是我们的指挥中心的指挥权还不够 就是说我们原来以为的这一套 台湾No.1 全球No.1的这一套防疫体系 在面临可能是新的变种病毒的情况底下 可能已经出现危机了 那我是说先锁一个礼拜就好 七天 那这七天里面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刚刚大家说的这些事 当然都应该做 比如说2500万 2500个人的 全院的普筛先把它做好 那不是只塞一次 最重要是把所有可能有病毒的人 全部塞出来 该塞五次六次也要全部塞出来 如果当时 这当然是马后炮 如果当时一次是把那2500个人 全部匡列 我们现在还怕有漏网之语吗 应该是不用 当时把那2500个人 全部匡列的话 就不会老公女儿感染了 至少 至少社区感染有可能被阻止 因为至少说机率降低 院内也许不见得阻绝 但是我相信 很有可能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两个 可是现在问题就在 警官的案例还是一直进来 我们记得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 陶渊国际机场一天进来6000个 他是原来的六倍 那这些人事实上就会去排挤掉 所有的我们的防疫跟医疗的一个压力 那我们现在在分仓分流 甚至把他亲院分院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压力的抗压性是不足的 或是整个能量是不足 因为我们现在是秋冬 本来医院的能量就比较低 而且我现在就要怀疑一件事情 就是陈时中指挥官的指挥权 到底够不够 他到底有没有办法 真正的指挥全国的医疗能量 不然为什么说 刚刚您提到的 五天了还等不到报告 所以我其实又在做了一个呼吁说 干脆就蔡总统下来指挥吧 如果是指挥权不够的话 这真的要整个赶快总检讨 不然等到整个变种病毒 在台湾真的生根的话 我想那是一场浩解 如果懂台湾的医疗体系的能量的 脆弱的人 应该就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了 好来 年华哥认为锁国 本正锁国才不敢 因为苏医师没有讲 他的锁国包不包含本国人 苏医师包不包含本国人 包含 包含 所以也就是说 你建议 所有进外一路的人 一个礼拜 所有的人都不要进来 本国人也不能回来吗 不能不能 好 那我懂了 因为你说你这个案例812 他是不是本国人 是啊 那年华哥的看法 你如果本国人不能回来 我跟你讲官司打不完 因为 宪法不能限制本国人民回国 苏医师总统都没办法 这是法律保障人民的自由 这不是法律的问题 这是法律的问题 这是作战 这是法律的问题 这是作战 这百分之百是法律的问题 还好指挥中心没有听你的建议 要不然我跟你讲 行政诉讼会打不完 行政诉讼会打不完 哪一个国家会不让本国人回国的 你现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 不让本国人回国的 不可能的 有可能 不可能 不然你担你选到总统你才来做 没有 你有紧急状态 不可能做 再紧急的状态 本国人要回国 我们都不能禁止他 你先问蔡总统可不可能做 不是 我跟你讲 这个之前讨论过很多次 再紧急的状态 本国人都不能禁止他回国 那如果这一点 我们没有共识的话 就不用讨论锁国的问题了 因为这种锁国方法 我百分之百反对 这不是你反对的问题 是说你要去看 那也不是你赞成的问题 这一点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的手段 那苏伟说您 您刚刚所提的 你要先去清点 整个台湾现在医疗能量 还剩下多少 所以是你刚刚特别谈到了 台湾的医疗能量 台湾的医疗能量 没办法应付每天六千人 你晚上的值班医师 就没有办法分娼分流了 还叛笑 对不对 你有没有去看过 全国的晚上值班医师 是谁在指 对不对 那很危险 那些看部怎么移动 有没有办法 还有回到家里的居家感染 那才是最大的问题 这是人命 宪法要保障的是人命 台湾的医疗能量 没办法复合吗 现在陆陆续续 入关的人 台湾医疗能量 没办法复合吗 过年时期目前交通不统计 会回来台湾 总共三万人 那六都里面 全台湾调度一下 就说居家检疫 包括医院这些 防疫旅馆 防疫旅馆只有1.6万床而已 对 但是那不是病人 对 他不是病人 回来他们还是要居检 要隔离14天 可是目前的能量 只有一半而已 怎么去处理 所以重要是把压力示范给地方说 地方你处理你们去调度 可是真的调不出来 那还有一万多人这些怎么办 人家检票不好了 还不得了 他们就真的要入境 那怎么办 到时候机场会爆炸 总共就是一年还没准备好 对 还没准备好 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就是当时来势汹汹 然后资源没准备好 而这一次有时间可以准备 可是到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准备好 从要到现在没有协调好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处理 过年会爆掉 差不多才800多个病例 800多个病例 2300万人口的地方 这样子说我们医疗资源不够应付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整个指挥中心 在你的医疗量能的规划 有问题 那为什么会没有分流呢 不是没有人执办 而是说 他比如说这个照顾病 这个传染病病人的医师 他没有给他足够的支持 然后这个医师 他可能恐怕他的薪水 他的收入 都还要从例行的临床工作来 因为病人少嘛 传染病病人少 他还要去照顾一般病人 不然他薪水 他的这个绩效奖金没有办法来 所以你既然指定的是专责医院 你有没有光光就怎么及格 照顾病人的医师 有没有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嘛 对不对 就又叫他去跟别人一起 执一般的班 那你这个专责医院 假如还要做一般医疗 那你也要从别的医院 怎么样去调度 那但是这个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就台湾现在人口老化 整个医疗资源就紧绷嘛 所以他已经不是只是 所不锁国所能处理的嘛 你锁国你一个月少三十个病人 那然后是又怎样 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我们整个医疗体系 这个国家大计啦 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问题在我们整个医疗体系 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太邪恨了 事实上你现在一发生的时候 刚刚老师就在讲 听医护人员请命 对啊 陈时中部长你稍微稍微稍微就去筛检了 现在他们 现在这样的时候你还不可以 今天是有节内说 有一个产妇 有一个产妇破水了嘛 对啊 然后你想他破水的第一时间 我要不要赶快救他 我一定要赶快救他 我不可能说你赶快去筛检一下 你是安全的我才救你 不可能嘛 我不可能看到医生报告 我才救这个产妇 好 结果医生一救之后 发现产妇是确诊患者 那你没有办法 对啊 所以说你事有轻重缓急嘛 发生的当下你一定要先救了嘛 对 救完了之后你事后的SOP 你怎么样去做处理 这就是杨志良师长 所以医务人员确实是站在风险的定位 他本来就是站在风险的定位嘛 我来补充 就是说原本羊膜就是养水破了 要接身的时候 他说其实医姐你跟他讲说 这一个是有风险的 然后就要把他送到那个负压隔离病床 要接身的时候 结果养水破了怎么办 马上用餐桌 用餐桌就抬到餐桌上 这医务人员实在是抗人 对啊 无菌的那个被 就被单抗上去 就直接就说紧急去接身 这个就是说很客难式的完成接身 接身完之后 其实医务人员穿 那个N95啦 防护衣啦 整个都穿好没问题 可是接身完完蛋了 就说医检索跟他讲说 这孕妇确诊了 确诊 然后那个医生喔 女生啊 结果回去之后隔几天 快烧了 就去那边判斥了 快烧了 要这样判斥了 就说结身 其实他全套防护衣都穿着啦 结果还好后来再去检查 那个医生只是感冒 快烧而已 没问题 不是确诊 所以真的喔 医生他在脸书感慨啦 唯有站在就说 站在那个临床的人才会挺临床啦 真的第一线医护人员真的很辛苦 要全面挺他们 所以到底公布足迹 公布感染源是保护医护人员呢 还是让医护人员 应该是说不公布 是保护医护人员呢 还是让医护人员恐慌呢 主治医师也是那个耶 也是武汉肺炎的主治医师耶 干脆以后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就直接移到他的录音室里面 在早上他的节目里面去公布就好了 还没有扩散 到底要不要公布足迹 到底要不要公布感染源 这件事情一直吵闹不休 然后最主要是 大家又说阿中部长是双标 你自己可以说溜嘴 别人又不能说 周围科可以说 许晓星又不能说 那很多的医护人员说 我也搞不清楚 你只有给我数字 865 863 838 他们说公光 即便是部桃医院的医护人员 也搞不清楚是谁嘛 所以他们只能在那边猜 我有没有跟诊到 这个医生会是那个人嘛 当时我们跟诊到 我们坐在隔壁跟他吃饭过 哎呀这个吃饭的隔板 不小心倒下来之后 我又没有放回去怎么办 听说写的要死 所以是不是应该公布明细 公布感染源 特别是把整个路线公布清楚 公布姓名是一定不可以的 这个传染病防治法有规定 公布姓名是因为 其实当年SARS 我就不讲那一位第一位确诊 因为他后来真的很多困扰了 因为每次提到SARS就提到他嘛 所以我就不讲他的姓氏 我觉得不应该公布姓名 第二个足迹的部分 就看就有些足迹是 我觉得还是以公布或不公布 应该是以对防疫有没有帮助 作为唯一的标准 就这个公布对防疫有帮助 我们就公布 那你认为许小新公布 有没有帮助 许小新医职权他不能公布 他公布对防疫有没有帮助 我认为没有帮助 因为到底是有许小新公布 还是有阿中部长公布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到底他公布的这些足迹 对防疫有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 那周一寇公布这些足迹 对防疫有没有帮助 周一寇昨天有没有公布足迹 我是没有听到 但是我看到的新闻是说 他有讲到那一位确诊的 这位医师就是八五六 是照顾八一二的那个医师 所以他公布的到底是谁 因为这样院内大家就猜得出来 后来阿中部长也说不是 后来阿中 部长昨天下午记者 就讲说不是 他说不是他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然后之前他先公布的 到底是哪家医院 他有没有公布哪家医院 我真的没看到 他又讲的是哪家医院 后来阿中部长自己也说溜了嘴 对 就是说 今天如果在指挥中心 没有公布医院名称之前 其实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没有人会公开拿出来讲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尊重指挥中心的指挥权 那至于阿中部长跟我们在座 我们所有人有没有双标 当然有 他是指挥官 他说可以公布就公布 他不公布我们当然不能公布 他有双标 来来来 到底该不该公布 这个公布这个足迹 这个是一定要公布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对防疫 是绝对有帮忙的 尤其是在社区感染 因为社区感染它的疫调 你找那个接住者 是非常难找的 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足迹 公布出来以后 某个时间点到某个地方的人 你能够赶快出来让我们筛查 因为我们公布门找不到 所以足迹我们指挥中心 有时候公布 有时候不公布 有些公布 有些不公布 我们也搞不清他的标准是什么 这个就是因为他 因为指挥官有指挥权 而且川普防治法 已经给他的授权给他 是是是 只有他说的才是对的 他要公布就公布 他不公布 这个没办法 这是立法有问题 那你市长是认为 其实应该通通透明公布 应该是公布 那当然要顾及到隐私权 没有错 但是在社区感染 隐私权以外 一定要把它足迹公布 阿关 他所谓的一个这一个公布 他可能是讲说 我现在如果说 死罪 说话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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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会人心惶惶 但是如果你不说清楚 讲明白 大家没有办法谨慎 就如同刚刚你讲的 大家都在那边猜忌 大家在那边猜来猜去 其实我觉得不公布 也是人心惶惶 对啊 你在那边猜来猜去 是不是搞得更人心惶惶 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是 你反而应该 他周边到底哪一家 第一个去过 我都不敢去公布 我觉得你应该要据实以告 让我们老百姓 大家都能够谨慎以对 这样子才是做防疫的一个本能 结果你现在暗闪 你说你讲的才算数 好 徐小卿讲的不算数 那媒体人讲的 你就讲说他是无心的 你讲的是扣解吗 最重要的是你所做的方式 就是说你除了各自 你要做保护 但是你所防范的就是说 我们不希望让这一个传染病 导致到人心惶惶 但是如果你不说清楚讲明白 让大家没有一个谨慎的依据 那是不是让大家猜忌 反而更人心惶惶 863864不是去过 桃园的南门市场吗 8638 863 864 今天才有什么 防疫就冲到要死 到底有没有来我这一摊 怎么样 他们今天下午很多都关门 他们很紧张 这个对他们生意有没有影响 有啊 所以阿晃我觉得说 巧欣是我同事 他公布的时候 也不是说我给小午要去公布 或我要求名或怎么样 是那个店家他在大门贴出来说 因为特殊状况本店全面消毒 第一次问 你这间店是怎样 视频又没有怎么样 所以贴出来的时候 大家会人心惶惶惶 他会猜忌嘛 所以这个他公布的时候 对防疫有没有帮助 有啊 没有帮助 我要让提上来安心啊 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的话 店家也不用贴出来嘛 所以阿中还找了正风处去调查 店家贴说本店消毒 消毒有100种原因 你怎么知道是因为确诊者经过 还占理业 你不觉得会臭了吗 那店店你的臉 那我请问你 许晓星的资料哪里来的吗 第一帮早就这几天都在传 许晓星的资料哪里来的吗 我觉得要让掉 第一个哪里来的吗 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 许晓星有点out day 我们今天也讨论酷解 酷解的资料哪里来的 那你要问他啊 是不是也要查一下 你要问他 可以啊 我同意啊 可是都没有查 但是阿中部长说他是无心的 所以好像也没有找任何单位去查他 奇怪 这有心无心是怎么判断 可以检验吗 都不法 反正现在阿中说了算 不过这个在防疫逻辑上的问题啦 就说你今天一个大卖场 我就说这是萍水相逢 这样子走过去而已 那要公布 那医院里面要待这么长的时间 真正有感染的人待在医院的时间 是最长的 结果你不让病人知道 那这个对病人来讲 这样子有对等吗 就说你在这个风险上面 你明明所有的足迹里面 最长的时间 风险最高的是医院 那结果外面的卖场要公布 那医院不公布 好 但是要公布到什么程度 才会让病患知道呢 你如果公布到说 某某内科地急诊 那天早上啊 确实 那是不是等同已经公布那医生了 那等同公布那医生 那医生会不会被列污 还有包括各自的问题 对 但是刚刚讲的是说 他公布的卖场 他也不过就是告诉大家说 有去过这些卖场 那要小心 那医院的话 就是最起码 你现在门诊 竟然还要照常的话 那最起码 让病人有一个权利说 那我自己 要不要去承担这风险 因为去医院的人 是比较老弱的人 会更多 我是感觉说这事情 应该要让医护人员 来参与这个决定 也就是说包括当事人 他其他的同事 会人心惶惶 那当事人他有没有觉得 其实或许部长 你不用担那么大的一个包袱 或许我们觉得让同仁知道 大家互相来第二个层次 就是说 因为当事人 他对他自己的足迹 也不一定记得很清楚 我们现在都是用问的 他都已经生病了 他其实不太记得清楚 但是其他同仁最起码说 我那天好像有跟他聊天 在路上遇到 我们还讲的话 我们还干嘛 那所以这些 对于你是同一个职场里面的同事 大家接触可能会比较多 然后大家却又是自己人 部长可以问问两方 大家觉得怎么样做 对大家最好 因为这是自己人 我觉得这个 对于彼此如何做 能够最体贴 是可以讨论的 没有必要说部长一个人 扛这么多 然后不讲 然后其实医护人员 每个人都非常害怕 都在害怕 那你让我说 许民主训的 其实是十分之一 没有大家 都在对于问题 这些人的事 的 还有